在該系列的影片之中 我們會重複模擬DWHOLE的整個生涯 它必須滿足三個條件裡面的其中之二 必須再MVP 拿下一次總冠軍 又或是99平分 到底這位台灣史上最重磅的洋將 有沒有肌肉可以重返巔峰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Snowless 今天的話我們來繼續進行 DWHOLE的輝煌生涯模式 那在上次影片之中的話 我們對決的是沙迦迷都國防隊 那前面雖然比數搖非常簡單 那後來的話我們還是算是輕鬆的取勝啦 因為畢竟我們的BOKDONOVICH 他三分球可以說是非常的精準 那今天的話我就想要來對決 另外一個算是內線蠻強的一個球隊 也就是我們這個丹佛金塊隊 那前面比賽的話我們會盡量先摸你掉 雖然我自己認真講啦 我覺得我們的一個陣容目前為止的話 這一兩年拿總冠軍的話非常的困難 但至少也是給DWHOLE多練一點經驗值嘛 我覺得這樣也是好事情 那在上次影片之後的話 有些觀眾跟我講 如果你要搭配DWHOLE的話 最好是一個控球能力比較強 而且最好打的是一個四外以內的戰術 那這邊我想了一想確實也是如此 所以CAMLOVE這個位置的話 我可能會將他打到這個替補位置 直到位這邊的話我就會換成這個Pedicarton 整體速度上的話應該會有所提升 那我們就先摸你掉前面的比賽吧 好四場比賽沒有的話 我們輸兩場贏兩場 其實以我們現在這個陣容來說的話 我覺得戰績上算是還不錯的 好在四場比賽沒有的話 我們總共獲得2572點的經驗值 那我個人認知上DWHOLE比較強一點的話 主要在於他的原地灌籃以及潛入灌籃 這兩個屬性其實都還屬於85跟84左右 那這點我暫且就先不管他 但是呢速度我自己覺得說 他應該再增強一點 所以首先速度我先把他拉到9點 就是速度給他拉上去 那這樣的話DWHOLE的速度 就會僅次於這個Bundant Clock 甚至還會高過一些34後衛的速度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樣無論是在跑快攻 無論是在開後門 甚至是擋拆後內切的話都會有所增長 那下一個我覺得要增加的屬性的話 可能就是我們這個加速能力了 因為他或許是因為年紀的關係 所以他加速能力變得非常的慢 這東西也會影響到我們在切入內線的時候的速度 所以之後我可能也會增加這個屬性 好啦那今天我們就直接來對決DWHOLE境外隊 來試看看如果是DWHOLE來對決Yokage的話 到底有沒有機會可以頂得過他呢 我們就直接來進一間比賽吧 好我有稍微改一下球場啦 但是現在看起來有稍微明亮一些啦 KCP給他一Catch 再給Murray 就另外這裡一個擋拆 籃一下 這球居然沒有干擾到 Persport 然後籃一下 再拉回來 喔唷 這個勾得很緊喔 拔起三分球 直接進 現在這個戰術不知道為什麼 居然是叫我去站底角 我是真的不懂 欸這群人出手 哇這個板 謝謝你啊 再另外一隻 打下一個擋拆 內牽 哇還有空洞接力 沒問題 穩到爆炸好不好 墊布 氣塔喔 還是有守到 籃一下 可以 再干擾 再給他吃Murray 下一個擋拆 喔這邊想要第一位單打 阿 不給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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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唷 哇我這邊拐爛耶 再擋拆 拉回來給內線 進去上籃得分 奧運暈爆有料的喔 Murray下一個擋拆 唉呀 這邊是我的錯 我應該直接貼過去的 給我內線好不好 走起來 轉不過 上去 靠球 欸 什麼鬼東西啦 他這個就是活生生的要飯阿 各位 喔直接開飄 欸抓板 還好還好 我覺得這也蠻真實的阿 就是不是從頭到尾 都是讓這個 Dawr在打戰術阿 還是能理解 哇 哇 博格達維奇今天神仙附體耶 現在擋拆 把他拉出來一點空檔阿 喔唷 博格達維奇今年是要進入到這個 明星賽是不是 他今天打得那麼好 有 撞到鍋把可以 守得很好守得很好 兩次擋拆都沒有什麼機會 兩次擋拆都沒有什麼機會 哇 你這個拆炸彈 拆爛耶 好扯喔 挖 速度上還是比較快阿 這沒辦法 目前為止 Dawr 來阿 4分4籃板 擋拆沒有觸碰檔 再下個擋拆 籃下直接上去 要不犯規 Murray 短拆 哇 你這個 貼成這個樣子火鍋送給你 謝謝 外線Carrington 就是他最後5秒鐘 這個檔案之後 來卡個位 哎呀 這個板沒辦法 低腳 給內線 對 好球 喔 定海神針銅牌 就很強了耶 再轉拆 殺起來囉 呃 NBA球隊 沒有一個球隊會實施 對面那個 兩房都沒中的阿 外線 三分拔起 再裝個籃板 翻身 啊 這球好像要按好 才有辦法記 籃下 嗯 守不到這球喔 外面那兩個 防下 對對對 對對對 哇 這個籃下 又可以今天亂出手一通耶 殺到內線裡面 哇哥 你這個是要打蕾球 是不是 打拆 拉出來回個外線 你不可能這樣飄的阿 哇 你又可以再神也不會這樣飄的吧 喔唷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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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誤會阿誤會阿我不是要這樣打阿 真的是可以把尷尬兩個字直接寫在我這個左右邊你知道嗎 再線 鎖爛 欸謝謝 再鎖 喔 好吧 41%被他打進去我認阿 我覺得我今天手對Yoki手很有成就感阿 今天已經讓他目前為止九頭二重了 擋拆出來 三分球拔起 時間不夠阿 內線 阿誒還敗空中接力 這樣得逞 這個Harrison Bros 再拔起三分 喔唷 這個焊泥巴也是很牛逼耶 你們要聽聽看你現在講什麼 不要開 哇這頭更牛逼耶 上來等一下 晃過去 高手 喔唷 水 不要開 還想轉 火鍋蓋下去 謝謝 這個擋拆 送給你 來一下 開幹了各位 嗚 哇你們兩個想當我一個阿 回家洗洗碎吧你們 在接下來的這個 至少兩分鐘以內阿 這籃板都不用太擔心阿 不可慮 可以 這角度真的下次Yoki手會打出來的東西阿 我點外置Yoki 下個擋拆 哇 我被擋爛 我們就直接拔起 板子抓起來 什麼意思 最後給他第一角 Highland 上面就沒進 上面需要給內線 但沒有跑出空檔阿 所以我們就直接給Kevilov 沒關係沒關係 你直接開頂就可以了 上去 和 Superman 一提到Superman 我感覺這個精氣神就來了 好這邊是這個 解夫格林嗎 這個 SMS 解夫格林 外線三分球拔起 我的錯 我不應該放他這麼大 因為我對他近年 三分球印象的話 大概就停留在三層多 所以我自認為 是可以稍微放一點的 這邊給他 這個MPJ Jeff Green 這球出手 今天是神仙附體吧 上個賽季三層一的三分球印象律 今年直接給我打成這個成績耶 哇 真的是有料 他端出來 打空打給他 對 Devincenzo 拔出來三分球 有進 Kevilov再搬 再抓 來這邊下個長三 手爛 我 總覺得我沒有犯規阿 我也不是不服輸阿 我只是覺得說 這是一個乾淨的火鍋阿 剛看完回放之後的話 我也覺得說 應該是原判沒錯 好 現在我們來到第三節 目前為止的話 我們拿下的是雙十表現 Murray 擋他出來 Aaron Golden 打 可以可以可以 我覺得他這個三分球 非常精確 我覺得剛剛這個三分球 處理得非常好阿 好 Fogadamage 拿出來 再來 再拉一個 蛤 居然沒有觸控擋 藍底下 直接上來 嘩 Pepfli也算是長出自主 進攻能力阿 我覺得那挺好的 CCT再給他內線 Aaron Golden 他現在拔起了三分球 這球是直接打在藍光上面 誒 Brose Brown 謝謝你 謝謝 我要秀還是要秀一下的阿 好 現在 Specfli直接給藍下 進去上來得分 外袖手了很好 不要擋拆 那些人手死了 誒 直接出界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精彩的火鍋阿 想內線切入阿 直接被我攔截下來 再擋拆 然後出來選擇小炮 這球是可理解 但是沒有進 Printen 一個擋拆 給他內線的時候 發生一個失誤 我這邊速度跟不上阿 我直接講我速度跟不上阿 我直接講我速度跟不上阿 蝴蝶位置又OK 這邊目前位置有點錯位阿 哇 外線Aaron Golden 大控擋出手 球沒有進 直接給我 阿 謝謝 幫我製造出一個很好的進攻機會阿 翻身 完了 他們在那個瞬間開載制的能力阿 我就直接爆炸 哇 內線直接切進去 還好 這是一個犯規 好 現在來到第三節的倒數 第二波進攻阿 那目前為止的話 看起來 呃 分岔只剩下兩分差距了 Fly 給阿蘭底下的時候發生失誤 完了 這一波進攻很有可能會讓對方 整個打平比數喔 我們要盡量鎖住 我有自選的直接中投 幸好他沒穿個外線阿 要不然我那邊的話 可能會直接這個 買給對方三分球阿 阿 這邊控制框一半被抓掉了 GO GO 直接火鍋 完了完了完了 BBQ了 白給 完蛋 我被教練罵死 好啦 終了結束目前 完六十又比六十 我們上次休息阿 馬上 回來 現在我們來到最後一節阿 有沒有 這兩個八甲直接選出手 我覺得其實可以傳給外線 哇 場上就已經五個人是這個 投射載智能力阿 左側 Highlight 這邊給他MPJ 這邊有機會可以干擾到嗎 沒辦法阿 完蛋 哇 我速度上沒辦法直接內切 剛剛各位有看到 就是我想要內切 瞬間呢 這個已經 沒有任何加速能力阿 好 先BG 回進一個三分球 右側 Highlight 這邊應該再次會給MPJ 阿 大空檔出手阿 完蛋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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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吉林 再抓人辦 恩 那個沒辦法 我剛剛想要傳給左側阿 但好像按錯了 哇 拉吉他現在 三分球這麼 這麼狠的嗎 直接開頭阿 而且 這個他傳的有那個意思 但是沒辦法 年紀大阿 是不是跟不上 小球 Beverly 欸不是 纏著什麼西瓜人阿 來阿高伴 再投一個外線 欸完蛋我覺得 今天這把表情後期有點糟糕耶 說實在的 哇 哇 又再次被抄劫掉了 哇我們現在第一次解釋 看起來完全打不贏的耶 現在已經來到12分分差了 來這邊就只要被賴燈打 上去 這要個犯規 這兩關目一定是奇遲大乳阿 說實在的 這要個三分 不是這把他們已經 這個手感已經打開來啦 不要再給我亂傳一通了啦 那又怎樣阿 不是你要一個老將在那邊整天折返跑 你以為也是 狠狠你知道嗎 左側也可以 來 好球 我們現在唯一的機會就是 在外線投空檔 擋拆 自己守好阿 嗯 19%干擾沒辦法 Bepley直接擠停 這球中頭沒進 被推開來啦 感覺會左接後外彈喔 這球幹得到還行 前進去 翻身 好球 1分50秒要拿下 13分的可能性的話 體力道不能再低啦 說實在 Aaron Gordon給他內線 這個就是MVP等級的一個進攻阿 這個我是真的沒辦法 最後一分鐘啦 就讓我嘗試一些 這個被籃進去的燈打 進去就直接灌籃 用籃球那邊插窗戶那邊 一直一直晃 你知道嗎 最後不是說 100比85阿 我們最後是 慘敗了15分左右阿 就原本來說我們 從頭到尾 從第一節到第三節 都是屬於領先的狀態 但後來的話 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第四節他們是真的打開來的 這個我無用自己的 然後另外是 我們第四節的時候 處理球的方式的話 好幾次的那種 空中接力失誤 那我覺得今天 都要後來也盡力 拿他16分14籃板 2組攻的表現阿 就是在防守方面的話 他絕對是 這個 球隊裡面貢獻 屬一屬二好的 而且Yukiji的話 得了下這個 19分15籃板 屬過於超級的表現 我還直接把他處理到 23頭8中阿 哇 我就只能說 這個3X1左右一個命中率阿 其實對Yukiji來說 是非常不合格的 但今天的話 我至少把他守到這樣一個水準 這邊我總共獲得659點 接下來就跟我剛剛所說的一樣 這個加速能力的話 至少我要增個10點以上 這邊只能剩個8點 有點可惜 好那目前獨愛浩爾的話 就來到78評分 目前為止獨愛浩爾加的 都是屬於速度方面的能力阿 當我們把他速度拉到99評分的時候 他就可以變回巔峰死期的那個獨愛浩爾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感謝各位的收看 如果各位喜歡這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處觀眾們 最新的影片動態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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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esity 故事情 まぁ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